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国的动态 甚至美国不排除双线作战的一个准备 另一方面来看习近平五年来终于离开了他的国土进到了欧洲 目标当然是希望能够持续的联欧制美 但这个算盘时间点看起来是太晚了 欧洲大部分国家几乎是选在美国这一边站 但另一方面来看看习近平还有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意大利退出了一带一路之后 有没有可能他再重新整合一带一路的新思路之线 成果如何可能性高不高 我们稍待会儿来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再来看看柯文哲 柯文哲当了台北市长八年之后 有没有可能进到土城监狱蹲七年牢呢 这样的想象并不夸张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那里来看几个主要的案件当中 北姐已经以他治案来进行侦办 将他列为被告 除此之外他都呛吓你能什么找公文就来 你找不到是不是你有问题啊等等 四个呛吓 其实很多人对他是蛮心寒的 先来看台资光的决策公文 为什么消失了 问题出在哪里 上礼拜苏培议员跟我说 北市科 北市科 为什么这个元大说 完全没有针对北市案件 跟北市府来讨论 但北市府就有开会的公文 我那时候还在想说 不可能连这个都造假吧 我不敢相信有人这么大胆 这么荒唐 没有想到呢 经过这个礼拜的讨论 更多的证据证实 恐怕北市科在决策过程当中 有几个涉嫌造假的事件 为什么敢这么荒唐 以及这次 柯文哲其实有跟蒋万安呛下 你们市政府很多人之前都在我这边工作的 很多人都还藏在你们那边继续做的 意思就是说 要不要来个鱼死网破 但是现在到底有没有人可能帮他扛下来呢 他想要推给基层公共人员 他想要推给一些幕后的一个官僚 有没有可能有人帮他扛呢 上礼拜苏培就告诉我们了 很多资料都是看不下去的基层员工 泄露出来的 所以八年市长最后 科获只能换到的 不是他心目中的总统大梦 有没有可能锒铛入狱 等一下也有深入的讨论请您锁定 现在介绍有些来宾认 介绍的知识媒体王瑞德 欢迎面好 大家好 来介绍是前民进党中央委员张一善 惠敏好 大家好 来介绍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 惠敏好 大家好 介绍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周小平 大家好 再来介绍是网路观察家四叉猫 大家好 再来介绍是基隆市议员民进党节的张之豪 大家好 好 讨论一下 首先来关心今天新闻的最重点 同台服较绕境 总统参议文跟台北市长讲完 讲起悄悄话 互动看似还算热络 但两人近期都有个共同烦恼 就是柯文哲 管是三大案还是NCC人事案 两个当事人都不多谈 而讲完一贯态度 交给检调跟阵风查办 让蓝绿议员很有意见 很多案情的内容的关键 都是必须台北市政府提供出来 我们才可以发现 过去到底有哪里做不对的地方 所以也希望讲完 为了台北市民 变成一个 转变成一个揭闭者的角色 太过于消极 或者是被动的一个态度 我认为是 所有人民看到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这个跟讲完根本没有关系 前朝的事情如果该办你就要办 那该查就要查 为什么我们已经呼吁了那么久 可是看到讲完他就说 好 我们依法办理依法办理 市民一瓶不能换一瓶 他可以一瓶换四瓶 还大大的来帮柯文哲讲话 我觉得任何小草都不会接受 头号柯黑民进党立委王世坚 更直言柯文哲对都市开发一窍不通 不听专家意见就贸然决定 付出政治代价 被移送调查刚好而已 更从基优股变成全额交割股 市主柯文哲跑到花莲发康乃鑫 对三大案不再回应 只是就算远离台北 也难以逃离政治风暴中心 烫批白银为虎作操 因为日前什么样提案 接触机密会议的明代复周 需要报备被蓝白封杀 好不容易闯关成功 三号院会民众党提案退回 蓝白再度靠人数优势 56比49碾压民进党 一场内蓝白宽深雷动 但回顾2016年的黄国昌 批国民党太夸张 把实力提出的相关法案 退回程序委员会 特别是废止盟将边区 人员任用条例 反问国民党到底在挡什么 难道主张应该派公务员去 盟将边区 网友留言开酸 国昌老师长大了 懂得求官位 恭喜成为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直言那个国昌已过保护棋 而克兼明也揭露 黄国昌背后钻尽 国王昌还有直接讨论吗 他是以他人第一位维持 他来期待国民党有点 不能卡进去的 白银被虽然是库水组织 不断唱贺蓝营 但面对在野人数优势 民进党还是坚持 该题的法案不会放弃 反观八年 黄国昌的政治时光机 对中认知明显不投 也验证了反走过必须不经 我们来看看关于柯文哲 一边是关键的公文曝光 另一方面台字光是为什么公文消失了 消失了起码很多的疑点 没有办法获得证实 曝光的公文却出现了这个 柯文哲 关键时刻拍板定案 议员直接问了 那你要怎么还自己清白呢 就是市长市会议的 会议记录的备忘录 是在110年的3月3号 他确定后续招商调整三基地 他确定个别招商 为例长期产业发展保有弹性 所以他确定不限制产业类别 仔细追踪发现这三个调整跟改变 是不是配合了某大财团的需求 我们来看看金华城 金华城的三项什么 任性啊 智慧啊 这样的一个容积率的这个放宽条件 配合的是财团的需求 财团开了 柯文哲吞了 这一会儿这几个改变 他还亲自签上他的名字 这是不是也是财团开了 柯文哲吞了 这是我们要问的 那另一方面来看4月19号 这个市长的会议备忘录当中 也针对BOT原本的BOT 设定改为设定地上权来进行招标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了几个 都是柯文哲亲签的 他要如何来逃出这个以前骂财团 现在配合财团的罪名 另一方面台资光议价决策过程 柯文哲说你去查嘛 我们都是电子公文啊 很多市政都是有的去查 结果查不到 如果查不到 他说这是资讯局应该要检讨 资讯局不忍了 赵士隆讲了讲什么 有关议价决策过程会议记录是 通通没有 为什么没有 是被骇客入侵了吗 这件事情柯文哲怎么解释瑞德 对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柯文哲说 那么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 所谓北市科跟这个 包括这个金华城的事情 是违未就造 为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说台资光的事情 是因为按照柯文哲的理论说 台资光有蓝绿的议员 所以我们马上就讲了是不是 所以我们还去讲这个 等下金华城去讲这个 北市科的事情 这叫违未就造 柯文哲用这样的说法 才是违未就造 为什么呢 他故意不敢去谈北市科 不敢去谈金华城里面的 为什么 很简单 他说那么财团是 拿着刀叉吃人肉 可是很奇怪 你既然这样讲 你应该是勇敢地 站在台北市民这边 争取市民的权益吗 他连台北市民 一瓶换一瓶都跟他都做不到 可是他对所谓的财团 竟然这么好 我跟你说 我不去怪金华城 也不去怪新工人寿 为什么 也是生理人 生意人想要多赚一点钱 是对的 只问题是 那你台北市政府 你台北市长 柯文哲 为什么要让 这些财团能够赚更多的钱 我不懂 你应该去土利市民 你土利市民 我们大家都跟你拍拍手 你如果能够让市民一瓶换一瓶 我给你拍拍手 我说拼不着 不对 你对市民是如此刻薄 U-bike前半个小时免费 你都做不到把他废掉 老人家从洋进来的金 一千块 你都把他废掉 可是你对裁员台团那么好 好 更好笑的是 这几天稍微 你们又发现一件事 他在散躲北市科跟建华城的事 按照他的个性 对吧 他的个性不辞 太逆普了 那个黄国聪 你知道吗 他比黄国聪还要厉功 照理来讲 如果他真的真的认为说 人家这个人家乱打 人家这个等于说对不起他 人家污蔑他 他早就受不了出来 噼里啪啦的嘛 上礼拜就有个经典一句 你不是啦 对啊 你不是啦 你最没啦 所以现在讲什么话 现在人家继续追继续走 现在他的脸书上面怎么说 他说他的主张是 要请现在台北市讲话 把所有的会议记录 包括录音录音 全部上网公告 然后后面还讲 我跟你讲 后面那一段他讲什么 有人质疑 因为有人质疑 他们北市科不是开 14场的这个相关的访谈记录 有人访谈会议 他说有人质疑 为什么没有访谈会议 因为是我们去访谈人家 所以没有录音录影 奇怪 你又叫人家公布录音录影 然后你又说 你没有录音录影嘛 所以呢 有些事情是 你没有录音录影的嘛 根本没有这回事嘛 因为很简单嘛 为什么这么说 你到现在还没办法解释 他现在还没办法解释 元大人寿那个 那个两个代表 为什么被你们 这个等于说 把四点的会议挪到 那个欧龙四度对吧 弄到两点 元大说没有 你说有 然后你说14场 14场这个等于访谈 元大如果这场是假的 那我问你那另外十几场 难道是真的吗 那一张我们市长清天 好问题来了 那张没有 副秘书长都不签 都不敢签名 副秘书长不敢签 好 还有我最后提一件事情 就是柯文哲说 百分之九十几 公文都查得到嘛 如果查不到是 台北市政府咨询局 他们的问题嘛 他们要去反省检讨 我跟你说啊 刚刚这些会议里面 很多的那个所谓的 备忘录 现在都知道不对 台北市政府 现在很多备忘录 很多会议相关的这个记录 都找不到 那找不到 奇怪 台湾民政党 却有人可以拿着 找不到的公文 却在那边秀 很简单 再加告一条 卸命 谁把公文给偷出去 拿走的 所以呢 事实上 我问你啊 柯文哲讲说 电子公文都找得到 那我要请问一下 柯文哲不是都在讲 自己公开透明吗 那请问一下 你去跟远雄密会的时候 你有公开透明吗 请问一下 根据某个财团 蔡老板 他自己直播的时候讲 柯文哲自己的走后门 神旺大饭店的后门 去密会他 请问你有公开透明吗 请问你跟财团去吃饭的时候 到底吃了多少饭 讲了多少事 你有公开透明吗 对前朝柯文哲留下记忆大案 蒋万安一贯态度 交给检调跟阵风查办 蓝绿议员很有意见 蓝绿要蒋万安硬起来办 而柯文哲则发签字文 强调承担业障 不过头号柯黑 民进党立委王世坚 难认同直言柯文哲 被移送调查 刚好而已 柯文哲和妻子陈佩奇朴 花莲重庆市场发扛乃兴 面对争议不打算回应 就连每次都要替儿子报屈的柯妈妈 也一脸淡定 柯文哲被列贪污被告 柯妈妈发康乃兴 不受影响 只是柯文哲就算远离台北 也难以逃离政治风暴 北市科T16到18地上全争议持续延烧 现在又被议员爆料 原本抱怨三块基地合并开发 要超过300亿元 而且弹性不足的新汪元秀 在市府听取建议将基地一分为三后 依旧全部投标 被形容根本想一次全拿 检视新兽109年11月访谈记录 明确建议合并开发总投资成本粗估 约300多亿元 如果三基地分开招商 要进一步评估 而就在三块地确定分开招标后 除了T178 新兽还投标T16地上全 似乎就是想要三块全拿 却因为投资计划书平分低 T16投资资格惨遭淘汰 可见新兽所提供的投资计划书写得很烂 我们重回基地现场发现T178早已悄悄开始除草 议员再报原先科室府砸了近300万 由中华经济研究院针对T16到18题建议书 规划当地以智慧医疗为产业结合 但星光人寿也有意见 只有星光认为是有问题 所以他希望市府市府这边可以把产业别把它松绑 才会有柯文哲在110年3月3号改为三基地个别招商 再来无限产业别 符合星光以后你回过头来看到每一道程序都看起来好像 会成为他口中所谓的量身定做量身打造 但这完全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但民众党否认量身定做 除了检调已经分案调查 议会调查小组也成立 随着公文逐一曝光 柯文哲有没有为特定财团开后门 答案越辨越明 好 柯文哲现在是这样 他治案的被告王世坚说 嘟嘟好而已 怎么说 他说柯文哲北市科是过五关的 所以送调查刚好 第一关本来是BOT以及医疗生计用途 取消指定 BOT再改改成设定地上权 然后上礼拜他告诉大家什么 你们那个媒体名嘴 那个市议员都不懂 不懂拿那个证 我们是设定地上权不是BOT 亂打一通 好 你为什么改成设定地上权 第三关北市科底价降低 第四关三次流程打八尺 所以第一次八尺第二次八尺 打到第三次几乎打到快对折 差点每股折 以及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出质疑的 为什么你捏到另外一家人寿来参与 是为了证明说自己不是只有找星光 还有找别间 这五关看起来是都没有回答 上个礼拜说打的人不懂 不懂什么叫BOT跟这个地上权的 以抵押地上权的差别 然后这次还要讲什么 其实我觉得好的程式就是说厂商也要能赚钱 也能够这个赚的钱抽了 所以来照顾市民 但是柯文哲会不会对厂商简直就是予取予求 我们来说 他说我们很多事情都是有录音录影的嘛 去查资料就知道了 还告诉大家不用打了 每一场会议都是我亲自开的没有问题 但是他今天说你看他对厂商多体贴 他说这个访谈会议我们是不录音的 因为是我们请教厂商嘛 厂商没有义务被我们录音 多贴心 这个金华城要什么就给什么 星光要什么就给什么 怎么有那么好的事啊 你现在讲回来就是说 我们都是这个没有录音录影 那请问你对厂商没有录音录影 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不是真的 你说两次流标之后 厂商认为我们的限制太多 我们的权力金太高 所以才要下降 结果你现在跟说 你说元大的背他背不离啊 马上声明说 我们从来没有讨论北市车 这样子 不要扯到我头上嘛 对不对 没错啊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如果你不能拿出录音录影 我告诉你元大就可以 就说我不知道啊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是元大到 讲的是真的 或者是柯文哲讲的是真的 我们不晓得 但大家现在比较站 站在元大这一边 是因为柯文哲没有录音录影 对不对 那你柯文哲一天到晚都 那个负密没有签名 对你负密也没有签名 然后大家 不过不过那个公务人员 有出来说是有这场会议的 所以就变成是罗生门 那为什么会是罗生门 到底元大是不是被你找来陪绑的 还有13家厂商 是不是被你找来陪绑的 如果你要自证清白的话 录音彈一公开 一般两阵眼嘛 对不对 这就是最公开的透明啊 那你为什么没有嘛 那你在面对大家 对你的质疑就说 想万安啊 不要再一直打我了啦 你们就把所有的录音带啊 记录全部都公开透明嘛 光录音带就找不到啦 不只对厂商的部分 因为他说是厂商是我们找来 所以我们不好意思给人家录嘛 所以没有录音带 但是我告诉你 惠美姐你后面的那张公文 3月3号的那张公文 柯文哲有签名的那张公文 把士北哥拍定 免投资计划书 只要价格绝标 三块分开招标 底价往下的那张公文 3月3号 市长市会议 我正式询文向市府去问 那一个 3月3号的市长市会议 有没有录音录影 也没有啊 这个也没有 也没有啊 是不是因为厂商 没有义务被我们录音 不是 市长市 市长市会议的记录 厂商没有义务 你好 你把社会议 女会人员是所有都是市长市 都是市府的人员 包含秘书长 产发局局长 对不对 然后卫生局的局长 卫生局长 资讯局的局长 督发局 对 哪一个厂商代表 这完全都是市府的人吧 这个也没有录音录音 也没有啊 3月3号 市长市自己开的 拍板市北科 要分开招标 要采价格标 柯文哲拍定了这个 有没有录音录影 我先请教 没有嘛 就是说在台北市政府里面 录音录影是常态吗 没有 是不是常态 市长市会议绝对有录音 因为回去要做会议记录 然后要去做 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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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局处在报市长市会议 因为都要来解列 所以他们要记录下来看 有没有符合市长的才是 我才会解列 所以一定有录音 只不过录音党 是不是被带走了吗 好 这是这个 这个重要的会议 没有录音 对 有没有录音 现在是你调不到 是 没有 他是正式回文说 没有录音 所以柯文哲 你告诉大家 要公开录音录影 要公开文件 那你光你市长市的录音 在哪里吗 我们再补一下 就是柯文哲时期 我们随便要什么 就是没有录音 没有录影 然后他是所有政治任务里面 讲公开透明 最大声的 这是柯文哲 再来看看 讲完其实没讲什么 公开透明 好好的太平官 打来打来没得选就好了 他有没有录音录影 蒋世佛就此案跟承包商 有七次溢价 好 七次溢价 完整记录 全程录音录影 所以现在的市政府 七次溢价过程 有录音录影 绝对没有说 业者没有必要接受我们的录影 这一次全部都是局处所长 开的会议里面 也没有录音录影 这是柯文哲的公开透明 所以柯文哲的话术 当柯文哲有需要的时候 他就把公开透明拿来 当他的政治标榜 当他被质疑的时候说 为什么跟厂商的会议 没有记录 然后没有录音 没有录影 所以厂商现在出来反反弹 说没有的 没有跟你开这个会的时候 柯文哲说 我们保护厂商 所以我们没有录音录影 这不是都是他自己讲的吗 蒋万安的这七次溢价 是从什么时候 从去年年底 因为他们编了台志光的预算之后 他们发现说 为什么台志光居然给公版的价钱是1761 可是给警察局却是两千二 他们为了这一件事情 跟厂商溢价的七次 这我们之前都讨论过嘛 包含厂商还跟他们呛瞎说 我要给你断讯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他们硬着头皮哦 录音又录影 而且我跟大家讲 因为这七次的溢价的记录 我全部都索取了 你知道他是竹字稿 他是完全的竹字稿 所以我们呼吁柯文哲 你把你这边的竹字稿拿出来 是嘛 连竹字稿都没有嘛 然后 黄国昌 去要竹字稿 你低潮不是很满吗 对啊 所以如果现在市府找不到 那是不是全部都被柯文哲 全部带回家 是不是全部都在 陈志涵他家的低潮里面 把他拿出来嘛 那那一天我们在财健委员会 在问这个赵局长的时候 就说 因为我也跟他们要相关的 这个当时 柯文哲的时候 在跟警察局签订 这些紫约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溢价 或者是相关的内签 他们那时候就一直拿不出来 一直拿不出来 然后我就说不可能吧 这么多的会议 你只有给我一张内签而已 他说就是真的找不出来 所以那一天我们在财健委员会的时候 就问他这件事情 他说 这个公文不见的地方是有趣的 只要跟十一楼有关 也就是附级的会议 常常他的相关的附件或会议记录 就会不见 为什么 所以就会没有完整的存档 为什么 问柯文哲啊 结果柯文哲被人家问到之后 他居然叫他要认真查 叫他认真找 我跟你讲 他现在不敢乱开炮 你信不信 当然是啊 他背后等着他传在等的人很多 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是有email的 因为比如说 我要把会议记录 传给我开会的这个易三大哥 我一定会把相关的附件传给你 对不对 那如果我这边有记件的资料 你那边却没有存档起来 你事情就担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 再继续查下去 包含台志光 包含世北科 我觉得柯文哲跑不了 跑不了的意思是 第一个嘛 你觉得他被列贪污 或者是涉嫌图利的可能性 哪一个比较高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把它列为贪污的 他之案被告其实是很有趣的 因为像这种案子 通常我们会去告的时候 都会告涂利 因为你找不到他的金流 通常你这样子去对 如果因为你没有金流的证据 你对柯文哲的检举是贪污的时候 检察官很容易就 涂利也是贪污 他是最轻的五年以上本刑 涂利也是贪污 不是 企丁做八蛋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以贪污 直接告发他的时候 其实检察官很容易就签结了 就说你就没金流 你就很容易签结 所以土力相对比较容易勾系到 可是他这次居然检察官所散布出来的讯息 是说他以贪污 被列他治安 可能有金流的掌握 所以这个检举的人 是不是已经把金流付上 所以检察官才会这样定 金流可以付得上 钱不是都在营党的照片 你知道他现在多少人 你知道吗 曾经 现在要借你银行是很难的 对啊 所以曾经 人们问你这个钱对得来的 这个我们问一下 易三大哥 所以我觉得检察官的这个 把他列为贪污案的被告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事 你心里抖了一下 对 怎么会用贪污就把他列为被告 是要让这个案子黄掉 还是已经有市政 我觉得当然就是两个 但他把他列他把他宣布出来 不可能想要黄掉吗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问的是 人类道德的长城 台湾至高无上的黄国昌老师 以你的办案公理 以你连连看的公理 讨论了这么多 光是资料公文凭空消失 光是该录音却没有录音 该逐字稿没有逐字稿 这件事情 为什么黄国昌开记者会的时候 还是在柯文哲旁边 是在帮他背书吗 你如果看他的表情 非常的骄傲 然后非常的奸笑的样子 那只插一句对话框写上 你也会有今天吗 就马英九那句名言嘛 你也会有今天吗 不要忘记了 以前柯文哲常常跑去立法院 去抢所谓的黄国昌的声量嘛 以后柯文哲大家要赌麦 去法院赌麦 立法院变成黄国昌 一个人的武林了嘛 所以他当然很开心啊 他虽然不会去指指柯文哲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非常希望柯文哲的案子是有事情的 因为整个民众党就会变成黄国昌的民众党嘛 变国运昌龙党嘛 所以黄国昌在 柯文哲在戴 黄国昌在戴 等着接这个党主席 我要讲的是说 柯文哲讲说所谓 那个微微就造 但是他说的是你柯文哲喝大麦造 你不要觉得台志光案好像跟你没关系 因为他一直认为说 台志光是母约的问题 台志光是讲万案的两枚三枚争议的问题 但是都忘记了所有的费率是你任内定的嘛 他都没有update他的所谓的死亡排行榜 第一名的减苏培议员 他最新的资讯嘛 最新的资讯就是警察局监察器的费率 三妹两千二就是你柯文哲定的啊 柯文哲签的啊 这是用电子公文签的啊 市长是柯文哲何可的啊 你为什么不在这份公文上面写着 财团勾结市长榨取国家财产 你不是最后一份公文是财团勾结议会吗 这份公文你签的你为什么不骂自己呢 等一下这份我就让减苏培签一下 就是财团勾结市长榨取国家财产不是吗 你这个违反了母约95%的规定 而且你直接定死了以后 所有的市长在谈费率的时候 因为你定了两千二 蒋万安只能科归讲随 他只能用两千二去溢价嘛 所以你定死了后任 所以你今天你逃得过吗 台志光逃不过其他案逃得过吗 也逃不过 而且要增加两个案 增加两项罪 第一个叫做窃取公文罪嘛 到底所有台志光案的公文跑去哪里了嘛 为什么溢价 我们之前有说过六分钟护医生的那个会议记录 也没有录音档啊 也没有到市长市府级的公文啊 这些公文到底最后跑去哪里嘛 你最喜欢号称你是雍正 清朝依据大清律力 偷窃公文要发配边疆 偷看公文要挖去双眼 你这一条犯了中华民国的偷窃公文罪 你要不要这个那个钟小平有去告 小平业业人有去告 所以他以后只能住在鹅兰比边疆 然后挖聚双眼 你怎么说 为什么公文 我们这里不是中国 不算是大清律力 大清律力 只有课问者适用 因为他最喜欢号称他是雍正 所以他适用 为什么呢 为什么公文都不见了 而且不只是偷窃公文嘛 你还是不是有所谓的 所谓的伪造文书 四北科案的所谓的访假记录 也找不到公文 然后大家都说千可可可 愿意改变规则 然后你依据大家厂商的意愿 来改变这个招标的规则 结果发现没有那个会议 所以是不是伪造文书 所以除了贪土力 贪污伪造文书 跟所谓的窃盗公文 你现在有四个案子 你都必须去跑法院 四个案子四大罪 四大罪 刚才有讲到 图利比较容易证明 因为图利只要有厂商获利 决策者是你柯文哲 那你就很容易涉入 所谓的图利的罪邪嘛 而且这个整个 如果没有依照 一般的程序法规的话 其实就有图利的罪邪 贪污很难定罪 原因是要金流 而这一次所谓的 这个检察官叫林俊妍 他非常厉害的是 他非常会爬梳金流 尤其是他以前是在办 所谓的黑金小组的 那黑金小组就是选举嘛 选举的时候 政治现金的金流 他如果爬输出 你为过去 柯文哲你选举的时候 如果有人政治现金给你 而这些所谓的政治现金的人 跟所谓这些财团是有关系的 这个人脉关系一连结起来 你就跑不掉了 所以柯文哲你喝大麦汁 现在这个金流要查是有报的哦 是一定会查 因为如果要致贪污致罪的话 一定要查 你刚刚讲的就是说 譬如说我是台 假设我是台制官 假设我是某一间公司 你都是我的亲戚朋友 你们这六颗人头 分别法律规定个人可以捐多少 20万 10万吧 30万最高30万 然后你们就各自捐了嘛 检察官厉害说 我可以去查说 你们这几个人跟我有关系 那总额已经超过了这个法定 就可以办 对 不只是法定 法定没有超过 跟这个财团如果是有关系的 是这个财团找出人 被叫去当政人全招了 他跟你宣传 一年以下 七年以下你说谎的图形 他会跟你讲 普通人干嘛要被判一年 柯文哲他说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有诚情嘛 那有诚情之后 我听一听之后 这个我就签一签骂 决定也是都尔会 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这样的说法 检察官 法官听得下去吗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辞 台北市长 怎么会去问说 单独建案容纪力要多少 拜托我们怎么会干这种事 我听说有些县市长发建造 还在市长室发建造 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 原则上就是 他就是主管机关负责 所以那故事是这样 有人来陈情 我就写说 那就主办机关去办 故事就是这样 他们讨论完以后 他们也会签意见上来 那就送都委会讨论 故事就这么简单 都委会一样啊 有会议记录 有录影有录影 合一致的 不然你现在是要告谁 我就想不通了 所以是这样啦 微微旧照也不错 打了一个月 大家都快忘掉台智光了 台智光没有忘记喔 没有那么早 觉得很轻松 你先把这个公文找出来 为什么从空消失 来 到底你为什么要告他 你掌握了什么料 你有什么料是还没公文的 我当然有料 我跟你讲 什么微微旧照 魏国 赵国是两国 很快就七个案子 战国七雄全部都有 什么微微旧照 讲那个 好 我跟你讲 今天 他讲得很轻松 说一年 有人跟我陈情 一年几千个市长 亲戚曾经 除了这个案子 他管过谁 第一个 第二个 曾经人是老百姓不是啊 兵分二路啊 一个是沈 一个是沈清晶 一个是这个 跟沈清晶非常熟 一个女议员啊 然后 透过议员的陈情 好不好 搞清楚 我把内情讲出来 好 那兵分两路过来以后呢 可能皇上旁边 再讲两句好话 不是我们就问啊 沈清晶陈情 不是一天两天 好龙斌事情 他就陈情了 一样是市长 为什么人家好龙斌 自由跟你完全不一样 他图例他一千亿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这块基地多少 六千 六千坪就块基地 那个兼化成 然后是不是最后拿到 八百四十的容积 八 乘以八点四 所以就是五万坪 对吧 一坪盖到 盖到 总共楼地板凭五万 五万坪 他们销售金额 不管租 不管卖 一点四 有四十八的公社 所以他最后 销售金额是七万坪 一坪两百万 一千四百亿 然后他总共七万坪 盖房子一坪四十万 两百八十亿 他赚一千一百亿 一千一百亿什么概念 你知道吗 是我们一年边预算一千六百亿 一千七百亿 台北市的预算 没有中央给五百亿的 那个统筹分配款 等于我们的裁员 自主裁员 你是有什么料 你为什么告 你告他是告什么 我告他告土利 你是告土利 为什么土利 讲给你听 土利一般说 没有金流 是不是很难成立 很难起诉 有料 今天减速费也弄了 一百一十年三月底的时候 是不是开了第一次 叫做七五五的会议 第一次 都市计划的审查 然后节约不可 连宋志卖 很多人 真光中都不行 不让你二十趴的 这个奖励 你没有资格 好不好 也不是独更 好 那再来 那这个时候就 那陈秦安就进来了 我说审庆 金的力量进来 通过各种力量 然后干嘛 就给柯文哲 柯文哲就盖章出去 说要成立专案小组 延泥 所以再来 就第一次专案小组 再来第二次专案小组 最后柯文哲在十一月 到又盖了一个章 准用 一百一十年十一月 准用都更条例 准给他三十趴的荣宜 二十趴的都更奖励 所以这个事情 好 今天有法令可以这样用 柯美氏 没有任何一条法令 从中央的这个都记法 从地方的台北市 支持条例 那二十趴可以给你 而且你又不是杜根案 你怎么可以用这个法令 所以他今天没有这个法令 他敢给人家一千亿 这就不是图例是什么 这个很清楚 我经历我不敢说啦 你还不敢掌握我什么 光这一条呈现了 我跟简祝菲检举 呈现了证据 图例绝对 我认为是会被起诉的 这个非常清楚 柯文哲现在跟这个 高伯恩同样 就找啦啦队 赶快找理想组啦啦队 来帮他这个出庭 我们来看看 他有可能找得到别人 因为他一直呛瞎说 这些决策的人 都还在你讲市府 你要打你要小心一点 我们来看看这个 台北市资讯局长怎么讲的 蒋万安市政府 是每一次都有录音录影的 跟厂商 这跟柯文哲不一样 另一方面资讯局 经历一波近四层离职率 当时主要成本的人 不在局内任职 柯文哲任内的北市府 人就是留不了 甚至有很多资料 就是公务人员爆出来的 柯文哲现在腹背受敌的情况 有多严重 因为过去他怎么做 大家紧紧紧紧紧 你说有人 曾经在柯文哲身上 吃了个大亏 有惨痛的教训 柯文哲可以看到说 我不是用都更条例 准用都更条例 这件事情你盖得下张 你就这样送他 20%的隆基奖励 你这件事情 你可以告诉大家 为什么吗 这就是土力 这就是土力 你怎么敢盖张 这是要杀头的 开玩笑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公文写的有多清楚 你知道吗 就是说 都发局呢 这个在 核定他560之后 就让他从392变560 就说是这个监察院要求的 那就把它核定之后 另外他要补偿 就要更多的时候 他送了一个草案来都发局 都发局看来说 这不行 这不行 你引用错条 把他退回 退回之后 当天马上签了一个公文说 要帮 找专家学者来帮金华城开会 谁签 想办法 台北市金华城 台北市柯文哲 柯文哲去做的这一件事情 结果呢 最有趣的是 所以都发局打回票了 都发局打回票 可是都发局另外一只手 找了专家学者来开会 重点是专家学者再打回票 再打回票 连专家学者都说不可以 都说不可以 两次专家学者 两次会议 又要两次 对 又打回票 结果你知道吗 他再送过来的 一样是准用都跟条例 这一件事情 都发局写的清清楚楚 送据给柯文哲和 但柯文哲把他和了 在2020年的这个 11月11号 就把他签和了 那个公文写的非常清楚 我给他龙奖20% 我给他龙移30% 但这些东西 其实都没有法规依据 所以准用都跟写得这么清楚 结果柯文哲签名盖章了 为什么要写得这么清楚 我要告诉大家 因为这是都市计划委员会 对不对 其实他的主任委员是谁 是副市长 当时的副市长是谁 是彭正生 其实彭正生盖章就可以了 盖章合就可以了 但彭正生送把这个案子 人也怕坐牢好不好 好 这个案子送到柯文哲 让柯文哲自己合 死都不盖 为什么 会坐牢 为什么 我告诉你 因为前一个副市长很惨嘛 前一个副市长叫谁 叫陈景俊 是我们现在的监察委员 他当时担任副市长的时候 就帮柯文哲处理了一个案件 那是在我的选区 这个选区就是一个建案 他要开的时候 当时好龙斌好前市长的时候 就说你这旁边的这条路 要把我全部开辟 我才能够让你拿实照 注记在建照上面 柯文哲居然从上到下 居然就把他解裂了 马上帮这个厂商 省了好几千万 等一下 所以柯文哲真的很奇怪 每次好龙斌 就在帮市民的权益守住的 对 柯文哲就放开门 对 让厂商 让财团就可以不用开 所以好龙斌跟他的信仰 是个好市长 对 免除开辟 而且你知道这条道路的开辟 帮厂商省了多少钱 这条道路的开辟是从马英九 好龙斌 里长就一直不停呈情 到好龙斌的时候 他才想出办法怎么样帮他 帮他 因为他是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督运的这个供购案 所以他才要求这个供购厂商说 旁边这条路你要给我一起开 因为跟我有关 普通的时候不打通 谁敢合建造 开玩笑好不好 可是你知道吗 他居然从上到下 签到市长市 然后把他合掉 我那时候要的资料来 柯文哲盖章 可是他盖的章 旁边有甲乙丙丁 你知道吗 我就直询说 盖你的章你就要负责 因为我那时候比较菜 我还不知道甲乙丙丁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就说柯文哲 你盖章你负责 你知道后来他居然放新闻 说盖那个章的是陈锦俊 所以我要把陈锦俊移送 因为减书培资讯 后来还弄了一个好笑的事情 说减书培在斗陈锦俊 因为这是新潮流在内斗 又是新潮流 干我什么事 陈锦俊就不是新潮流 不是 而且你知道 减书培跟陈锦俊是什么 看咱们的差别 你知道吗 等一下 所以这件事情 到底是谁可以财团利益的 让他不用再开路的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事情就是要去讲清楚 有可能这个公文莫名其妙 就跑到陈锦俊那边去了 陈锦俊就想说 你送来我就盖章 不设访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陈锦俊 陈锦俊没那么懂 我告诉你 陈锦俊看到这新闻 非常生气 他说我为你柯文哲奉献这么多 你怎么可以把我移送 而且那个案子就是 你把这个文发来给我 我就盖章了 我信任你的秘书处的人 我信任你的顾问 你拿来我就盖章了 结果你居然把我就这样卖掉了 你不只帮财团 省了他的开路费用 你还让这个你的前市长 帮你去承担这个责任 最后被议员 前副市长 然后来承担这个责任 然后事情出事的时候 再把责任全部推给他 出事你质疑的时候 他又说这是民进党的内斗 对 然后又说是民进党内斗 然后就把民进党再抹凑叶 然后刑事责任还送给陈锦俊 所以陈锦俊就很生气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在金华城的这个案子 二零二零年跟二零二一年 在省的时候 其实彭正生副市长 因为他是负责这个案子 他非常聪明 在那个关键的 要准用都更条例的那个公文 谁签的 柯文哲盖章签名的 但在最后十一月的时候 真正整个案子合下来 已经没有 因为准用是你讲的嘛 我只是结果的时候 我就签名了 所以彭正生有很小的 因为他看到谁在他前面 他看到陈锦俊在前面 他看过陈锦俊惨案 是 所以他知道要什么 在柯文哲下面工作 要怎么样保护自己 好 再来看这个礼拜 也是非常热的话题 于天女婿涉嫌诈骗 结果呢 许巧新就tag黄杰 也tag这个李正浩说 这件事情要不要来评论一下 我觉得于天是评论的很好的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该关就关 做错事了就要去面对 好 这是于天的一个态度 而他的女婿也因为诈欺罪 被收押了 许巧新又在称制 又在政治操作 叫黄杰出来讲话 说黄杰你有刷标 你有失忆症 黄杰说了 这个信用破展是无耻的 你如果要把整个案子 跟于天来比的话 那么你是不是辞掉立委 那于天就辞掉他的 新北市民 没错 于天他现在就是一届平民 那许巧新现在很多反应 什么许巧新好意思讲于天吗 于天是有给他女婿一百万吗 于天哥那位成仙法律上没关系 许巧新好欢迎婚姻关系 怎么切割的一样呢 不论如何 许巧新针对他的老公 他说他一切只对自己负责 如果他老公有设案的话 他就离婚等等 啪啦啪啦讲一大堆 最近最新的说法是 没有跟我先生结婚是荣幸 这个五月他说 我看起来像刘燕璃吗 恭喜恭喜恭喜 他现在说我老公很棒啊 正直又有能力啊 这是我的荣幸啊 你们是不是太羡慕我了 不论如何 林玉玲的七姐站出来讲 瑞德这整件事情 大家一直追踪到现在 刘燕璃对他的姐姐的涉案 到底知不知情 会不会逼到后来 许巧新真的得离婚呢 因为现在呢 包括刘燕璃在内 包括许巧新在内 他们通通否认 通通都说根本 那没有关系嘛 那可是问题是啊 那么许巧新跟于天 两个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于天坦然面对 许巧新如果一开始 也是用这样的态度 不就没事了吗 为什么 许巧新在开始的时候 如果面对的时候说 我家门不信 为什么呢 我叫到他们家留家 但是他们留家 有人卷入诈骗集团嘛 然后所以 所以呢 我本人跟这个案子 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对于如果 那个任何的那个侦办呢 我一定完全配合啊 可是以后 如果谁在影射 我跟诈骗集团有关系 我一定会这个提起高速 不就好了吗 现在扯了三个多礼拜 我到日本回来 都七天往死期 十天回来 从德国回来 我们还在讨论许巧新 为什么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 你说谎 说谎 一再说谎嘛 他这两天不是说 跟先生结婚是我的荣幸吗 他前几天上个礼拜 不是这样讲的 他上礼拜是讲说 我怎么 意思说我怎么会碰到 嫁来家 没一大堆事情就对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讲的 你小时候的 那个一瓶大的早餐店的房间 到底是住你们家三个人 到前几天改口说住他一个人 你单单一个房间 你有几种说法 然后单单这个等于说 很多事情 包括这个卷金来的所有的事情 你的说法都不一样 包括连那个录影档 都是剪辑的 一分四十几秒 你可以剪辑 让大家听 你想让人家听的 然后误导 把这个全部误导说 原来你的大姑多可怜 她是被家暴 是干嘛呢 带风向 这不是你干的吗 全部是你干的嘛 所以呢 这一切 她的老公知不知情 所以这个就是在场的四叉猫 我个人建议520以后的这个 等于说赖清德的这个新政府啊 那么把四叉猫直接拉进来 那么国安会里面当咨询委员啊 为什么 因为他太厉害了 你知道吗 他把一大堆东西 网络的东西全部找出来的以后呢 又把他找出来 这习近平把妹他都找得出来 我也 他四叉猫威胁 四叉猫这一下 他们不要去 然后呢 我也是根据四叉猫的这个 其中有一个脸书上面的说法说 去年5月你留言里啊 就是习近平的老公 是不是有跟这个林渝伦啊 那么有这个电子邮件 然后提供相关的线索 让你去打啊 我也是根据这个 在三立电视台的这个政论节目 独家专访林渝伦太太的时候 我问他这个问题 我问他这个问题说 去年5月是不是两个人有联络 之后还有密切的联络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徐晓鑫说他不认识林渝伦 夫妻两个都不认识嘛 标记黄姐等人 网友敲碗难道徐晓鑫笔记本 没有苗博雅妈 风鸣人物 应该是李正浩跟黄杰 那里面内叶翻开 应该是温朗东王毅川 都不是那是命名 只是徐晓鑫话题连烧三周 网红四叉猫更爆料 原本徐晓鑫大姑刘相杰 去年要跟杜炳城离婚 却被婆婆以这理由给挡下 徐晓鑫网路声量居高不下 当初因为在选举公报 写下巧心巧心得第一 而捧红他的部落客林亚强 就发脸书反省 如果十年前不要揶揄许巧心 现在台湾也许会平静一点 从大姑设斩案 一直到家族争议 屡屡上火线回应 也让自己讨论度 持续不坠 新北恩案消防局到新北检提告网友 陪同在一旁的 就是这回徐晓鑫大姑炸气案中 刘家委任律师罗胜德 宇伦妻子出面爆料 徐晓鑫和刘家联合罗胜德律师 摄取切割 说宇伦放弃了抗告的机会 不可能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出来 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 罗律师要这么做的时候 那你对我是舌仙心肠 林七表示自己为了保留证据 原本要传给新律师 却误传给罗胜德 每隔多久后 刘妈妈企图也灭证据 林七透露刘妈妈强调 双方站在同一阵线 但却因为罗律师说没有嘴 才知道刘一伦恐怕成为 带嘴高扬 说这是侦查不公开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跟你说 这是会要坐牢的你知道吗 先前曝光的录音导 刘妈妈和林七表示 自己附了两个人的律师 被包挖刘相杰和刘一伦 如今律师却一面倒 甚至对林七询问案情 还说出侦查不公开 律师直言 实物上根本行不通 费用好像听说 这个是刘妈妈所支付 就算是别人付的 但你应该负责的对象 是林玉伦跟她的家人 如果你把这个 你在林玉伦侦查中 所得到的讯息 提供给了别人 真正付律师费的这个刘妈妈 已经违反侦查不公开 然后有违法串政的疑虑了 不只拒绝和林七透露侦查 进度甚至也两度 拒绝林玉伦抗告 林七抛出诸多疑点 截稿前稍会取得罗盛德律师事务所回复 林七爆料如滚雪球般 不少疑点 不上台面 去年五月是不是两个人有联络 之后还有密切的联络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徐晓鑫说 他不认识林玉伦跟夫妻两个都不认识 你不认识 那你老公认不认识 你老公跟他密集的往来 那你认不认识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你老公跟他很熟 密集的往来等等 后来我就问他另外一个问题是 关于徐晓鑫的那个录音档的部分 说不是来自于你 也不是来自于他婆婆 他才把事情给抖 林太太说到这里 才把事情给抖出来 说那个所谓的 那么录音档的由来 是他跟他先生的 他先生把他寄放在他们夫妻两个人的 相关的讯息里面的 但是比较 为什么 因为徐晓鑫一直讲说 这不是林玉伦夫妻 也不是他婆婆 因为这个录音档林太太 只有给他的婆婆 那你到底谁给的 而且徐晓鑫还说 他会意思是不跟林太太计较 他那宽宏大量 我们为什么在提这个东西 为什么在提这个录音档 我告诉各位 金甘丹 因为政治人物 尤其是徐晓鑫 还有他老公刘燕璃 他老公现在也是 台中市政府的大官 对不对 政治人物在这件事情里面 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法律上面 诈骗集团 你有关系吗 你婆婆到底知不知道 他给他女儿的钱 本身就是在诈骗集团使用的 投资 你知道吗 然后还是借贷 然后你那一百万 徐晓鑫的到底你是什么钱 这是利息 还是投资 这个我们不知道 检方去查清楚 另外一个部分是诚信 徐晓鑫有诚信可言吗 单单被人揪出一个大学 四年级的时候的一个LV包 揪出来 叫你来说 LV包你说该社会情测得好 哪一个另外一个LV包 是上节目 还让人家说 那个已经凌络了 有那个什么碎屑 大家才说 这个LV包跟那个LV包 不是同一个 他说 那个是朋友送给我妈 我妈再送给我 那为什么不是 人家揪出来那个 那个卖掉了 你妈妈 人家朋友送给你妈妈 你妈妈送给你 然后呢 你妈妈再把送给你的 拿去卖掉 现在有一个妈妈 有一个老母吗 我不知道 所以你说话 三公四老鬼 今天的徐晓鑫讲的话 跟明天的徐晓鑫 跟前天的徐晓鑫 都不一样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 大家质疑你的部分 你觉得理由你台中市政府工作 还会做多久 做到卢秀燕一项 台中市长卢秀燕一项 遇到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情 躲 躲 米开 全世界都没努力 对吧 米开 都不要说话 现在就看 继续继续 要看案情怎么发展 案情如果继续升高 对吧 那我跟你讲 那可能就 另有人生规划 不然今天干嘛 没事说什么 跟先生结婚是我荣幸 忽然保证老公了 他之前不是这样讲 他本来要告网军 后来发现 他老公就是网军 对不对 他本来骂诈骗集团 后来发现 他大姑是诈骗集团 所以这个我们不懂 这个逻辑不懂 因为徐晓鑫最讨厌网军 然后他老公 以前干的就是网军的事 他说我们不懂 徐晓鑫这个人 所以他充满了戏剧感 而且我告诉你 所有一切 不是都他挑起来的吗 所以他现在挑起了 那个什么 指名的这个 黄杰跟李正浩 他本身 不需要让这件事刷 他是不是介使 要炒作他 自己网路上面的流量 对 为什么不需要让这件事刷 我们等一下请钟小平的分析 因为上个礼拜中 有分析说 其实对他没什么伤 这个礼拜是不是开始有伤了 等一下来讨论 但是我们先请教一下 市超猫 您跟这个林太太还蛮熟的 有通灵道 林太太他是不是真的 对他们家是太窃是吗 本来想说我老公的安全 就交给你们了 怎么会跟他们用同一个律师 结果才发现那个律师 拼的都是他们留家人的清白 是 他才发现说不对啊 事情都你在说 案子都是你们在帮忙整理 他不跳出来不行了 对不对 对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关于律师的部分 就是那个婆婆 因为婆婆都会那个传讯息 给那个林太太 然后跟他讲说 那个罗律师表示说抗告无用 然后就是一直跟他讲说 不用抗告抗告无用 然后结果到最后那个 因为那个林渝伦 他们本身表示想要抗告 所以到后来才另外请了律师 可是后来请律师的时候 因为那个已经超过两周的时间了 因为抗告要两周内 所以最后他们是没有抗告的 那我想要讲一下就是关于那个林太太跟那个婆婆 他们之间的对话 就是你看他们之前的时候 就是4月12号 4月12号的时候那个时候 那个林太太就直接讲说 我好害怕我的先生的名字会被新闻爆出来 就怕被爆料本名 然后很怕他 他就是徐晓星 很怕徐晓星会在记者会或脸书上面 又发文会讲些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婆婆有跟她讲说 不会 她说那个 她的你老公的名字 不会出现在新闻上的 然后你看林太太很感谢 她说谢谢阿姨麻烦你了 我很难过 现在没办法跟你讲电话 我怕讲到一半会哭 然后谢谢阿姨一直谢谢 这个时候是4月12号 结果你知道一拜托完 4月13号徐晓星开记者会 马上就讲说 还有一个李庆林的 然后他波过7 然后他是从绿营KOL 然后有上过新闻 很有名怎么样 给那么多 虽然说真的没讲本名 可是他讲了那么多关键字 其实大家一下子就查到是谁 然后这件事13号之后 在隔一天14号的时候 婆婆就跟林太太问说 你能不能就是给我那个录音档 然后那个 因为那个录音档本来是在LINE上面 所以它是一个音档 然后可能那个林太太不知道怎么 把LINE的东西丢到那个FB 所以他就用那个手机的画面的录影 就给他录下来 然后录下来之后 而且他丢之前还一直跟婆婆确认说 婆婆你确定你真的要听吗 你要有心理准备 就这样讲完先给他 然后婆婆就说好我一定要听 然后所以才传给婆婆 14号传给婆婆 14号传给婆婆 17号 徐晓星就结出其中的32秒 然后公布了 所以林太太才会很生气 为什么 拜托你 你说好 就隔天徐晓星讲 然后传给婆婆的东西 14号传 过三天17号 徐晓星就可以公开讲 而且也没有经过他 因为录音的就是画面截图的就是林太 那凭什么徐晓星可以说 我有经过授权只有30秒才放出来 所以现在徐晓星说不清楚 他那个音档到底是谁给他的 然后现在就说 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就只有给婆婆 现在讲不清楚 而且那个很明显 如果听完全部就可以知道说 他前面跟后面 如果你全听跟只听后面是有差的 因为他只有后面因为 因为那个大姑在录音 所以大姑为了要录音录得清楚 所以大姑没什么讲话 所以大部分都是小杜在讲话 那可能小杜发觉说 大姑都跟他讲话 他不回他 所以后面的态度就是越来越凶 就觉得说你都不回我 声音越来越大声 然后徐晓星就故意截那一段 就是越来越凶那一段 然后就说那个是很凶啊 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样有 整个记者会 刘家的行径曝光之后 对于这个林太太来说 虽然徐晓星他嘴巴都切割 说他跟那个婆家没有关系 他渡故让他们头痛等等 一连串的操作 其实徐晓星还是在帮他的婆家洗白 对不对 是 我是这么觉得 因为那个他徐晓星 这个三个礼拜 他其实就一直在那个媒体上面讲话 一直放话一直放话 然后放话放到那个林太太 他们就真的受不了了 他就觉得说他有话语权 他怎么可以一直讲 然后去伤害他的老公 所以他最后才发表一声 他忍不住 你看他也只有发表一篇声明 跟连线一次 然后现在也是没有再出来讲了 所以他就是觉得说 徐晓星这样太过分了 来我想听一下小平议员 你上个礼拜说好像没怎么伤 就是蓝绿各归位 这个蓝的还是保护他 他们家婆家的事 干他什么事等等的 他为什么今天突然又说 跟我先生结婚是我的荣幸 他可能 为什么他要保他先生的工作吗 还是怎么了 你觉得他现在在政治行情上 是不是已经往下走了 话太多 往下走 是往下走 曲线多少 我不敢说了 他就是我们KMT的蔡依林 封占小天后 蔡依林是那个歌唱小天后 所以他声量没有能比他高 蔡依林会生气 所以蔡依林的歌迷就不投我了 以后再绑感 要不要跟证一下 我都喊去 蔡依林很差跪 OK好 再来 然后呢 所以你说他持续是声量王 在篮影 可是声量王 声量再怎么大 负声量会不会越来越大 比例拉高嘛 可是声量王 我说这个网路很像 就是还是要回到太极的原理 因为他现在一直冲 一直冲一直冲 他他攻击 强 防守也要加强 这跟打篮球一样 攻防转换 然后呢 他可他有也有听我跟 有所谓的话 他愿意讲说 跟刘晏里结婚是我的荣幸哦 这是你们给的 我没有讲这个话 我是说你要讲家庭温暖一点 然后防守一点 维稳一点 这是我跟他讲的话 细节他很聪明 他自己会弄的 我不会跟他讲细节 那所以我预测 他们可能很快就 怀孕生小孩 更加相爱 好冷 我先从他这件事 他家讲起 今天如果说他知情 甚至他涉入 那不用讲他激激了 他的前途 我说余晓鑫 然后分 这是最 这是最严重的层次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老公知情 然后呢 然后卢秀恩 要不要处理什么 是卢秀恩的事情 对不对 好再拉再拉回来 所以他怎么样 他只要不涉案 对他个人的前途 还有伤 可是不是致命的伤 他在松安心一连任 还是有 他讲那么多谎话 然后又被戳破 对 无伤大雅吗 对于蓝军的 高道德的这个 很有水准的这个选民来说 你要看他选什么 跟他在什么选区立委 他今天如果他没有涉案 今天他如果说不起诉 司法还他清白 但有时候讲话会 会颠来颠去 颠三 会有时候会被 王内德打包什么什么 这些事情很快都忘记了 我跟你讲 所以他在 他继续连任 所以他胡说八道没三 还好 松山信义他还是会连任 你相信我 可是对于台北市长的话 那就比较坎坷了 是他吗 你说林太太 觉得整个过程感觉到被丢包 被射局 怎么回事 我会觉得说就是林太太 他们一开始 他就是跟那个婆婆 他们其实之间就是关系 算是密切 因为都是那个受 都是那个家属嘛 都是家属 然后所以其实看一下 所以他们其实对话里面 包括说那个林太太 他要去帮忙送餐 然后要送照片 送书帮忙买那个生活用品 然后所以他当然也是很希望 就是婆婆能够就是 叫巧新能够 不要太伤害他老公 可是看起来没有啊 所以先前就一直跟这个徐婆婆讲说 徐晓鑫的卖工人家就对了 我们直接看对话 就直接就讲说 我好怕那个很怕徐晓鑫 他直接讲说 他很怕徐晓鑫在记者会 或者在脸书上面写什么东西 这是在4月12号的事情 而且婆婆还答应他说 不会 你的老公 他先生设案的程度就是借账号 给人家洗钱 对 借账号 不过这部分是那个 这部分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讲 反正就是现在就是 他觉得说就 老公犯的错 就是他承担 可是老公如果没有犯的错的话 他不要去就是帮人家扛责 就是看做多少事 就是承多少责任 对啊 然后结果谁知道 徐晓鑫就一副就是讲说 全部都是这个林渔伦的错 就像带风向带了三个礼拜 他才真的受不了 所以林太太内心的感觉就是说 徐晓鑫根本就是在带林渔伦 要负最大责任的风向 对 因为他话语前在手上 他讲说那个什么林渔伦 一开始他不是就是 主要是讲这主要是林渔伦吗 然后后来我过了这三个礼拜之后 我们才发觉说 没有这其实大姑跟大姑老公 也有问题 所以才会 他才会受不了出来讲话 就讲说 徐晓鑫掌握着话语前 每天在放风向 他只是一个平民百姓而已 对啊 然后他讲说 尤其他有提到 他有提到说 徐晓鑫说那个林太太 不懂得事情的全貌 那徐晓鑫就懂吗 徐晓鑫 如果他不懂的话 怎么可以这样放三个礼拜风向呢 电池插入 座椅关号 基隆市府去年10月 推出电动机车补助方案 今年3月上路 却有民众反映 怎么收到的账单 跟当初说好的月费相差甚远 因为市政府送的他们已经送机车了 所以呢月租费就会比较高 他没有跟我们说跟网路上的499不一样 他只说就是499方案 然后有送108安石 看到市府推补助方案 民众想以优惠价格购入新车 但其实市府只帮忙寄件 由厂商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基隆市府推出499方案 有送机车 但每月送的108安石 快转下来约可骑乘173公里 而厂商在官网上显示的 赞送300安石 可以骑乘480公里 参加市府方案可送的安石 却比较少 让民众觉得一头雾水 你送机车没有做你的汇率 费率这些东西 你必须要跟市民讲说是 跟官网上是不一样的 莫名你还要在自己在追加的话 就是说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要告知 没有告知的话 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民众认为被骗 但业者也有话要说 参加市府专案 每卖一台就亏两三万 所以才会额外定制专案绑约 跟官网资费不一样 电动机车补助利益良好 只是民众资讯接收有落差 也难怪会生一肚子气 另一方面来看看 这个不是在讲诈骗集团 换个题了 谢国良 山海公民差良行动 谢绝国良罢免无良 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第二阶段已经要正式登场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是在不明白 我不明白有好好的草皮 可以让天气调节 温度调节 天然的草皮 为什么不要 硬要做成人工草皮 你真要做也就算了 你为什么预算 1450万的人工好 文件都公布了 你要否认说 这叫做谣言 为什么张议员 你要说你就讲 你又说没有谣言 为什么 他现在就是在急 所以他遇到的事情 其实不管是讲话 或者是说直接做出一些 相关的对应措施 包括这个草皮的案子也是一样 这个案子如果说 他在好好的在规划的更详细一点 更审慎一点 其实也不会出这种包 他现在急急忙忙说 这个是骗人 这个是不实谣言 其实他不是只有这件事情 插一下就乱了套 他变成是本来不该是 现在推出来的东西 他硬推出来 我们就做一个 像以这个电动机车的方案来说 他上任以后 大家诟病最多的就是 有没有要送GoGoro 什么时候要送GoGoro 你单纯准备送几台GoGoro 有哪些人可以申请到GoGoro 那弄了半天 其实一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送出GoGoro 我听你这样一直问我 我也惊慌失措 惊慌失措 那他就是说 他要送的是 电动机车 然后所以 他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GoGoro 根本没有办法在他的方案里面 所以他绑定了 中华光阳 两个品牌的这个电动机车 就说好了 我们就推这个东西出来 所以在去年六月的时候 就我们议会就通过了 第一个方案 就是三亿六千多万 就让他去 好了 你就去做这个新年公益 这个电动机车方案 继续做吧 去推推看 结果这一出来 一过了以后 半年以来 这乏人问津 二十台三十台 一直到今年 过了几乎快 就是半年过后 不到一百台 结果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 罢免的这个事情了 哇 他急了 罢免的是这个事情出来了 压力来了 怎么办 看来是我们本来条件设 他原本条件设定相当严格 就是有这个一定有年纪的限制 改成更 让他年纪更宽松 然后也不用什么公益的 也不用什么青年的 也不用什么太久欢心了 反正你只要来 我们就给你免资费 其实就帮你付掉了资费 然后就让这个原本的一千 这个一百多台 申请人数就增加到六千 不错 真的看起来好像效果不错 问题来了 这个改的新的方案 没有经过议会的同意 所以我们议会原本同意 你这个三一六 是要放在你的这个 原本的这个条件之下送 我们送的时候一定录音录音 对 结果 结果现在他要送的时候是怎么样 就是原本讲好的条件 原本送来议会的案子 现在完全不是照着那个条件 他现在出了一个新的条件 新的方案出来 我们就称他为电动机车的2.0 原本是1.0的话 现在这是2.0 可是问2.0 没有经过议会的同意 然后他现在已经在14中了 那我们下 我们这个月就要再 在开议会嘛 我们定期会要开了 这次定期会的时候 他才要拿这个先掌后座的方案 要我们通过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过还是不过 那这不管 这就算了 我们还知道说 他在这一次的2.0之内 其实还是有 原本绑定的光阳跟中华 这两个品牌 并没有Google的在里面 所以他这次 他据说他还要再放一个 新的方案 就是Google会在 包含在内的 最新的方案 叫做3.0方案 所以他要在第二阶段罢免 登场之前 把他的Google终于是 万众瞩目之下 终于要登场 重兵要放在最接近的时候 你觉得他化解危机了没 一半 我当家不闹事 少讲一点话就没事 对 当初我在节目 圈他很多次 当家不闹事 那时候最危险的时候 连党内高层都评估 基隆会不会有风险 那时候就是要罢免议长 等四个议员的时候 有没有 那时候是最情况最坏 最坏情况过去的 后来找了杨宝珍 经过了 虽然讲错那个 卵生跟胎生讲错那蝙蝠 可是找杨宝珍来 杨宝珍在基隆 画面很舒服 杨宝珍也是受害的形象 被特别的欺负 我们在台北都可以感觉到 杨宝珍出来是有 如沐春风的感觉 他整个化力气为霞 他整个就平淡下来 已经化力气为霞了 对 坦克车在崎岖 充满障碍的草地上移动 但可别小看它 这是一辆无人自动驾驶坦克 由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 DARPA主导研发 而未来台湾可能成立类似部门 传出它520后 有意推动类似美国DARPA的单位 进行创新国防科技强化军备 其实国防部2017年 就有规划成立国防科技处 但后来各方意见不一而不了了之 现在重新启动 但要在国安会之下 设立先进国防科技小组 还是在国防部成立国防科技处 或是一级单位国防科技发展室 目前还在讨论阶段 若台版DARPA成立后 会将中科院研发目标 结合民间研发量能 可能优先推动自动驾驶等相关武器 甚至不排除台美军事合作 而准复总统萧美琴 或许就是搭起双方的桥梁 面对中国对台野心不断 台湾推动创新国防科技 还要加强跟美国合作 确保国家安全 中国解放区磨刀破破剑指台海 如今更有迹象显示 中共正按地理为国台做好开战准备 亚洲问题独立研究专家韩德森 近期投书英国《每日电讯报》 表示中国正把俄乌战争当作教科书 学习如何避免布上俄国总统普丁 遭到西方经济制裁的后尘 已经连续17个月采购黄金 过去两年采购总量更超过2800吨 相当于美国联准会库存的三分之一 专家也分析习近平除美黄金 也是为了打消耗战 借由恩乌战争等地区矛盾 分化美国与其他盟友的合作关系 同时持续散播假讯息 展开骇客攻击等认知战 期盼能够让西方体系自动内爆 热衷兵不血刃攻占台湾 但热战仍然是美国官员 最担心的国台剧本 中国和美国第一次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42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 强调情报局阵调整部队结构 所建于未来台海开战 俄罗斯也可能参战协防中国 以及开始拟定同时与中俄作战的计划 习近平老谋生钻利用俄罗斯实现政治野心 同时大量采购黄金作为战争储备 索取台湾无所不用其极 好我们要欢迎这段新教育来宾 学员教师财经官邱敏宽 辉明好大家好 来介绍台商袁中南 辉明好大家好 再教师财经官谢陈燕 辉明好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习近平 习近平不爱出门的 这一回终于踏到了欧洲这块土地上了 到欧洲几个墓地 希望能够再跟恢复跟欧洲之间的情谊 希望能够把一带一路更落实更有效 他的目标达到的几率高不高呢 瑞德 对没有错 那么这次习近平是五年来第一次访问欧洲 那么当然有经济上的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一塌糊涂 他特别去 那么中共的在当时所谓的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那个所谓美军轰炸事件 为什么呢 其实是因为当时战争的时候 那么其实美军第一代的相关的夜鹰F117的 这个夜鹰引擎机 就有点三角翼的那个 他去炸 那这个是号称引擎战机 就是雷达看不到嘛 那雷达看不到怎么办呢 当时中共就想了个办法 他在这个相关的几个欧洲的机场 有部署这个引擎战机的地方 派人干嘛 我雷达看不到 我人看得到啊 所以只要有引擎战机起飞 他们就马上通知相关中共大使馆 然后把这个相关的讯息 告知附近的 尤其是南斯拉夫这些国家 干嘛 做什么事 估计他的飞行速度 大概几小时后会去那边轰炸 干嘛 在那边盲射 时间到了对不对 时间到了 那么这些防空部队就对天空盲射 就没想到真的那打下了一架 F117的这个引擎战机 真的被他打下了 藏在哪里 南斯拉夫大使馆 中共的南斯拉夫大使馆 所以美国就想一步 他们不 中共不知道一件事情是 这架飞机虽然坠毁 对不对 它里面有一个相关的发爆器 还继续发爆 所以知道藏在中共的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 所以美国就想了一个办法 飞弹物炸 他们就用专地 透地相关的专地 这个飞弹 故意去炸南斯拉夫大使馆 说是物炸 然后 那个炸到 把那个建筑物摧毁了 往下面炸 结果炸了以后 炸死三个中共的记者 跟一些相关的人员 但是听说后来没有成功摧毁那个F117的残骸 可是这个后来呢 老公就起来跳啊 叫啊 等等啊 然后最后呢 赔了他们一笔钱 各位 中共现在很糟糕 我们的这个歼20战机 有没有 然后这些所谓的隐形的相关的图料 其实就是来自于当年美国这一架最匪的F117的隐形战斗机的残骸 然后逆向工程以后推出来的 就从这里来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美国情报首长这一次呢 破天方的第一次公布 他们所截获的相关的这个讯息是什么 中国跟俄国 他们中国跟俄国 当时还记不记得去年不是一直在那个日本 沿着人家日本的那个海峡到处遛有没有 四个这样子遛遛 但是这一次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 没想到美国的情报单位截获是 这一次中国跟俄罗斯呢 他们是针对所谓的攻击台湾的相关战争里面呢 进行这个联合军演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以前都是对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日本啊 南韩啊 其他国家等等 这次却是里面提到了有关于攻台的相关的这个计划 那美国必须要做一个准备 做个什么准备呢 本来你对付一个中国就很棘手了 现在如果俄罗斯也拉进来的话 那美国也得要做好准备 所以美国做好什么准备呢 因为呢美国就最近这现在不是肩并肩 美国为什么突然间 愿意把这个所谓的战斧巡弋飞弹 可以打到上海的去部署在巴丹岛 就菲律宾的巴丹岛 甚至于在巴拉旺群岛 那个地方呢也弄好了相关的基地 要对准的南海对准的中共 因为中共最大的潜艇基地就在海南岛 好那么最近有人一直吹捧 吹捧什么呢 因为这几天中共第三艘的航母 胡建号的首航 然后呢那么包括台湾的一些第五重队 还有一些蓝营的营嘴开始吹捧 还有这个中国的相关专家就说 这是东半球动位最大性能最强 还有人讲说根据它上面又可以搭这个空井600 然后呢那么它的雷达搜索了 还有它的这个以后连这个歼35的隐形战机 也上去了以后 那么它的战力再加上它 这种电池的弹射的方式呢 跟以前的蒸汽弹射不一样 所以它的战力 胡建号的战力是 山东号加辽宁号的20倍 而且它的舰载机对不对 会非常的多 然后呢它这个等于8万多公顿 那跟美国怎样呢 吹牛吹了一大堆 如果按照它说的是对的 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如果它按照这样的话 那美国现代的福建号就比它还强 那现在美国一艘福建号 就是山东号加辽宁号的20倍了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因为美国一艘战舰 它的福建号就比你现在福建号还强嘛 不要说那么多了 很简单 福建号到现在还要烧重油 旁边还要带了一个大奶妈 它的这个大奶妈上面呢 都是油弹补给的这个相关的那个船 我只要我要是美国 我就打大奶妈就好了嘛 打完以后七天以后 这艘航空母舰乖乖乖乖乖乖回去 没有油 没有油你怎么航行啊 一艘航空母舰 如果连核子动力都做不到 那这艘航空母舰 怎么跟美国的航空母舰相提并论呢 好不过我们来看中国真的是四处点火 包括南海这个地方 这个菲律宾海警被强大的水炮攻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画面 这次在这个菲律宾在这个南海 在黄烟岛附近遭遇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是什么呢 那么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用四艘的大型的海警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那么菲律宾的相关的巡逻舰 事实上大概它的总的体积 不到中国海警船的二分之一 结果这次四艘海警船 那么一次用两艘的方式 因为还有一艘菲律宾的公务舰 所以你看那个强大的高压的相关的喷水 水柱直接喷射等等 那么用这样的方式 把这个菲律宾的巡逻舰上面大概 包括你看它的雷达 故意打它的雷达 然后故意把雷达给打坏 打坏了以后 雷达打坏以后 你的这个航舰就没办法航行等等 那最后造成它巡逻舰的这个破损等等 虽然没有人商量 但是蛮过蛮故意的 四艘大型海警船之外 中共还部署了 大概有六艘的这个民兵船在后面 更后面有110多艘的民兵船 所以中共不断的针对菲律宾在挑选 然后不断的拉高整个 那么南海的这个局势 这也是解释为什么菲律宾 愿意跟美国携手联合 那么不管在兼兵间演习 还是甚至于最近接收的 日本所提供的四个 日本最新的那个雷达 那么要壮大自己成为第一岛链的主要原因 好这刚看到南海的一个冲突画面 这个中国的说法是说菲律宾有人侵入他们的海域 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冲突事件 而习近平呢这个到这个欧洲去 希望能够重新把这个一带路给拉起来 这个意大利退出了 这个塞尔维亚这段铁路呢 是修建的差不多了 但是因为没钱的关系 匈牙利这边暂时宣布停工 状况又是如何 陈燕 因为习近平这一次到欧洲 盖瑞德哥也有讲 五年来第一次 那为什么这么紧急要赶快再出访 我觉得要故装了 你刚才已经讲到意大利了 对不对 那如果欧盟里面的法国其他匈牙利 一一的退出的话 那他这一带一路还要玩什么 包括等一下我要讲的柬埔寨 这边也出问题 所以他这一次一出去先去哪里 去法国去匈牙利去 这个塞尔维亚 甚至我们在画面上看到 这个是什么 匈牙利跟塞尔维亚的这个铁路 350公里长 时速可以冲到200公里 听起来很棒嘛 因为有助于整个运输嘛 那对于这个匈牙利也好 对于塞尔维亚也好 他的整个交通物流 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 好 现在塞尔维亚内部完成了 边境 就是塞尔维亚匈牙利的边境 也差不多了 那剩下就是匈牙利内部 可是问题是现在卡住了 卡住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没有原物料还是没有工 没有 是中国把资金撤走了 也不再继续投入资金了 那怎么会这样 连工人都撤走 也不再投入资金 是吵架了吗 还是出了什么问题 都不是啊 那不然为什么习近平要去故装 那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 就没钱嘛 所以我现在得去跟你解释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再付你赛养费 因为我没钱 但是我不是不爱你 我也不是不愿意不养你 就是没钱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严重 那另外一个 我们再看一个有趣的是 在这个一带一路当中 之前预计要投入最大金额 承诺最多金额的 应该算是东南亚 那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些 就是我们所谓的西港 他们盖了非常多的烂尾楼 已经完工的有170栋 这都没在用了 还有360栋是烂尾楼 好那为什么会盖这么多 原因很简单 我们从投资的角度去思考 如果未来西港 是一带一路 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位置的话 我去那边投资有什么不对的 那也确实当时中国 大家都很有钱房地产业很好的时候 很多房地产公司 跑去那边盖了一栋又一栋 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些 现在通通没有人在处理 也没有钱继续处理 好那假设我要接可不可以 如果真的要接要多少钱 11亿美金 但是其实我们也不要小看 他们在一带一路 这个地方的一个政策 其中有个最厉害的是 我没有钱我钱出不去 那我透过一些小蝌蚪 可不可以 就让人去完成这些一带一路的任务 我现在讲的这一位 他其实就是在实行一带一路计划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叫做徐波 他是这个网路电话的这个创办人 据说我刚才也确实查了一下 胡润排行榜 2024年胡润排行榜 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他 10年前20年前 就是讲最新的 他虽然排第900位 可是身价有38亿美金 38亿美金 好那就让他用钱来做一带一路 不是他用蝌蚪 所以呢他现在有蝌蚪 大家等一下就会理解 因为他总共有20个儿子 生了20个 他说他要生50个 再生30个要生到50个 那跟一带一路有什么关系 注意看哦 你看他的小孩子 是不是长得都是像混血儿 有没有 因为他就讲 他就讲说 他要找的女生 就是要外国的 然后要聪明的 然后素食高的 结果 这种话能够公开讲 他就是公开讲 他就是公开讲 所以我认为 这个就是一带一路 政策下另外一个转弯的方式 透过这样来实行一带一路 生了20个 还要去尋 往东南亚往欧洲 要生50个 太离谱了 有钱就任性 好这是胡润排行榜 第900位的徐坡富豪 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钱就是任性 习近平他想要走 一带一路的路线 希望能够把这个政策 做活起来 但是这个钱在哪里 人就往哪里走 来看看中国的民众 是往哪里跑呢 对 如果最近大家出国的话 你会发觉很多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见 出国的大概都是有钱人 那10% 他会往香港 然后去抢黄金 然后到首尔 去抢一些什么打针 或者是买一些饰品 到日本呢 大买奢侈品 对不对 这为什么 这些币都往下跌 对 再来很多也有来台湾的 可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现在在香港 我有个朋友 跟我非常好 而且从小跟我一样 有一个嗜好 就是收集袁大头 我介绍 我袁中然说 怎么介绍你知道 袁 哪一个袁 袁世凯的袁 那个袁大头 各位知道 各位知道 袁大头有分好几种 有一元的 有民国三年的 也有八年的 也有九年的 也有十年 有四季 一四季之后 还在继续发银元 因为那时候的银元 纯银 非常的纯 你要看买房金 你到周大福买 绝对不会有错 为什么 因为它是99.999 对 中国大陆深圳 是99.9 所以很多人 都跑到香港来买 袁大头 你知道一个 在台湾 大概也差不多 四千块 用过的 民国八年的 再版的 特别版的 一个 一万五千块 那个是最贵的 那个纯银的程度 大概99.99 经过周大福 他们认证的 所以那个 那个裂币 也有人做假的 你知道 有人说 发到一个都 无用过的 清清凸凸的 结果是假 外边是银 里面是 其他元素 所以金价涨 银价也涨 结果你知道 他那时候 三十几年前 就收集了 一千多 一千多美元大头 而且专门收集 民国八年的 为什么 因为那些特别版 售价比较好 现在他一千多 这几个一千多人 从去年 疫情不是开放了吗 很多人就往香港走了 现在居然 他前天 我跟他通话 他说他全部卖光光 你知道他 一百块买的 现在一个涨到一千块 那四千块 差不多一千块 港票也对 全部卖光光 他说光银元 他就赚了 一两百万港币 你知道我这次去首尔 看到东大门旁边 有一个金氏店 非常有名的 进去以后 有四个直播组 在那边直播 你知道他那边直播 因为我说奇怪 怎么有两个 圆圈的那个LED 照着他你知道 他马上叫 用中文 大陆圈 很厉害 在那里说 结果你知道吗 不得了 他们的那个所有的直播组 我去看 那个粉丝有什么 一百万 有两百万 有三四百万的人 结果那个店长不收他一分钱 为什么 一旦直播带货 这条项链 买多少 马上说 马上就有人上了 那个店员我问他 为什么 店长说很简单 我一碗也卖不到四百条 他一碗就可以卖一百 一万条 一个晚上就可以 一个人卖一万条 四个人就四万条 直接微信付款吗 对 全部微信付款 而且直接怎么样 订货带货 就带走 那他直播完了 对 扣货带货 没关系 他就叫他们直接送去 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种 这种我们讲 大陆的没有钱的 他就在玩这些 小的这种 直接带货 有钱的出国去买奢侈品 很多很多 好来看一下 这个曾经也是货真下值的 中国有钱人 但是呢 老是靠编故事 来这个骗钱 把公司吹捧上市之后 股价不断的飙高 他做的项目 号称都是什么 跟着一带一路 在国外很难查证的 他这样子 光是收割散户股民 收割了非常多的钱 这样收割千亿之多吗 中国有一句话 他们说 站在风口上 猪都会飞 可是猪飞高了 各位 掉下来 那可是会粉身碎骨的 所以中国 他们过去三十年当中 我们常常跟各位说 这个每个人都是 画大饼之王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的 这个就是大饼之王的 王中之王 他叫王靖 为什么呢 他的姓威集团 多厉害 他从一间澡堂 沿路过来 到后面开了航空公司 开了电信公司 还说要做一条运河 各位就可以知道 这个故事 虎道有多夸张 但是各位 他居然还成功脱身 来跟各位先介绍 叫王靖 王靖很年轻 他的年纪 就比整个陈彦大一岁 1972年出生的 然后念什么 念医药大学 念了医药大学之后 人生第一个事业在干嘛 各位在推销健康用品 推销健康用品 后面想一想 就在北京认识了一些人 认识了一些人之后 他的人生的第一桶金 各位你知道干嘛 他居然是盖了一间澡堂 所以他在北京 号称叫澡堂老板 可是我们刚好跟各位说 他学什么 他学中药的 学了中药之后 他就说 我是北京的整个中医的养生专家 所以你来 他也卖卖这些中药材 卖卖这些保健茶 后来 第一桶金出来了 第一桶金多少 各位 一亿三千万的人民币 就买了信威公司 买了信威公司之后 就开始了他的一个 所谓的化大饼 开始四个欧白片 他一开始就说 我跟你各位说 我其实在香港学金融 我有一个五十亿的一个金矿 现在还没挖 你们来投资我 先跟各位说 以后你们都可以发达 然后这件事情后面没有成真 可是没有成真的 第二件事情大家可以成真的 在柬埔寨 先跟各位说柬埔寨很落后 那柬埔寨很落后 其实柬埔寨 柬埔寨跟中国交界那个地方 全部都是中国人 这个地方出入 电话不通 那电话不通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中国跟柬埔寨的电信 就达成了一个 三十亿的一个交易 中间需要一家人头公司 信威很厉害 信威就去标 他就说这笔生意我要做 所以中国电信也付钱给他 柬埔寨电信也付钱给他 他就拿这些所谓的抵押金 再去换 去把银行把钱给换出来 换出来之后 左手换右手 毛利率高达七十七%以上 那各位去看 这根本是五本生意 从头到尾出钱的 都是别人出钱 他就干嘛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那台湾人在说 叫两年我过后 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仲介的观念 好了 有了第一桶金之后 他现在开始在做大梦了 他第一个人生 他做什么 他就开了一家航空公司 这家航空公司叫 天焦航空 那个焦是焦澳的焦 做了航空公司之后 他就开始画了一个更大的梦 为什么 他就说 你们知道吗 巴拿马运河 晓得吧 知道 巴拿马运河一年收益收多少 各位四十亿美金 折合台币一千两百亿 每天都在排队 生意是好到不行 我们如果在旁边 跟他开一条运河 盖一拔行李 便宜他一点点 各位你会不会大赚 他那时候 proposal我还有看过 他那时候还说 你本来也要被骗是吧 没有被骗 学学人家怎么骗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那时候我还有看 他就说 那时候巴拿马运河 一年赚四十亿美金 我们旁边做一条 随随便便也赚二十亿美金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他就说 我要开一条 尼加拉瓜运河 那时候尼加拉瓜运河 他还筹资 中国那时候筹资筹资了五百亿 真的还筹到了 浩浩荡荡的想不到 尼加拉瓜的总统 还亲自的过来 各位看他 然后看他之后 各位就这个画面 吓死人了 大家就说 中国要发达了 以后我们就有私人的运河了 我们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了 巴拿马运河是美国管的 我们中国要在那边自己开一条 结果开老半天 他挖了十公里的碎石路 后面烂尾 后面就烂尾 他拿了五百亿 后面拿了五百亿 当然要继续骗 好烂尾之后 现在尼加拉瓜 就有仇中的一个纠纷 对不对 他就说 各位放心 这条事情虽然烂尾了 对不对 我有一个更大的梦 那个时候先跟各位谈 那个时候的乌克兰 正正在分裂当中 乌克兰这个国家 俄罗斯 乌克兰跟白俄罗斯 本来是苏联里面的 十五个共和国当中的 其中的三个 后来就分裂开了 分裂开之后 他就说 我现在有个更大的梦了 为什么呢 他就花了四百五十亿 在乌克兰 第一个他先盖一个深水港 他就说 我们以后去欧洲 我们自己就有港口了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我在猜 他应该是我帮解放军做事 他就去买下乌克兰 最大的那间公司 叫什么呢 叫做动力沙皇 动力沙皇这间公司 可不得了 为什么呢 全俄罗斯跟整个苏联系统 包括战舰的引擎 包括飞机的引擎 都是这间动力沙皇做的 他把它收购下来之后 开始copy里面的技术 目前包括了动五二 动五四的引擎 都是那时候偷的 所以那时候他也开始进军 所谓的航空业了 越做越夸张 好 做到这么夸张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倒 最惨的一件事情是 好了 居然运河没做成 那可是我的引擎已经做好了 现在要开始设卫星了 设卫星各位 从澡堂 一开始各位别忘了 从澡堂 到现在他要设卫星了 他就说 我买下了以色列的卫星公司 我跟清华大学合作了 中国第一颗的卫星的一个 民用版的发射成功 这个要成为中国版的一个星链 我们也不用看整个 马斯克的脸色了 以后中国要有自己的星链了 很会吹对不对 破了 惨了 破了 这个牛皮破了 后来破了 后来王靖就被踢爆 全部都是假的啦 全部都是假的 结果呢 他居然套现了百亿的人民币 人间蒸发 人间蒸发完之后呢 姓威的股价总共蒸发了 两百六十亿 他就破产了 结果最惨的各位 猪掉下来 最惨的是谁呢 还是股民 还是股民 十五万股民遭殃 平均每个人赔二十四万的人民币 简单的说 你就这样算 十五万人 一个人赔了 大概一百万台币左右 整整一千五百亿的台币 就整个人间蒸发了 然后后来姓威集团就倒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 中国画大饼真的是天下第一啊 好这是澡堂老板王靖吹了一篇梦 但是不论如何 人间蒸发 拿走了百亿元之多 再来看一下北韩的金正恩 最近又蛮多动作的蠢蠢欲动 除了这个联合国的制裁 根本没有用之外 他甚至还这个蛮夸张的 跟全世界展示 他新买的十八辆车 其中最贵千万等级的 麦巴赫也买了 其实我一直在想 到底这个制裁 有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因为怎么好像越制裁 他越有钱 因为这一次这个92周年 这个金正恩他这个庆祝 这个就是去访问金日成 军事总统大选 大家看到画面上这个车队 我算了一下十八辆 六辆没什么 就一般Toyota那休旅车 这反正就很 这个也蛮一般的 但这里面有一台是俄罗斯 送他的叫奥鲁斯 然后呢有两台是麦巴赫 麦巴赫GLS600 两辆Lessus这个也还好 福特这个也还好 然后宾士舞台还好 就刚才你讲的这两台GLS600 好等一下我再讲 这个到底要多少钱 重点是每一台车的车牌 都是7271953 这1953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就1953年7月27号 就是韩朝战争 他们停战的那一天 所以他把这一天 视为战胜节 好我们现在来讲 他这个麦巴赫 其实他不止这两台 他还有一个S650 S650反而比较便宜 这台GLS600亮相 大家才发现说 原来金正恩的实力 这么惊人 这台车到底要多少钱 我们用几台实力 来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以这个 一般的这个S650 大概在200万人民币左右 然后呢 卖到中国卖了6600辆 在2021年 一年就卖了6600辆 然后另外一个GLS 刚才讲的那一个是 卖了3000多台 一台大概要400万人民币 所以你看他随便一台车都是 一间豪宅在路上跑 所以你说金正恩 有没有实力 非常非常吓人 但从金正恩到中国 似乎他们都非常喜欢麦巴赫 中国人喜欢这辆车 有这样的说法 没错 你所有的病 只要坐上麦巴赫 就一概全域 包自百病 对 自百病 然后你想看流行语 我用四台麦巴赫 播给你看 你看那个灯打出来 就是流行语 真的耶 对不对 好 你没有办法满足你生活的梦想 我带你去看 麦巴赫的天使之意 因为他那个车子 车门打开的时候 会有两个翅膀 他们叫做天使之意 就这个 其实很大部分的这个车子 高档车 只要你开门的时候 他都会有一个灯 投射到地板上 对 他的特别有名 因为他是天使之意 一般车子就打那个logo而已 没有像他这么厉害 那更何况 如果你坐上麦巴赫 你就可以让我走到你的心里 所以他们 基本上是把麦巴赫 用这样 还有这一招 所以周杰伦也有 周杰伦也有一台 这个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取到那个 那个叫什么 昆林 是不是 走进你的心里 然后我们看一下 所以你知道 我刚才这样讲就知道 可能会买麦巴赫的人 心里都有一些自卑感 因为我刚才讲 只要买了麦巴赫 你第一位要载的人是谁 去过去自卑的你 你懂我意思吗 这台车把过去自卑你载走 走你要跑赢你的命运 所以马云 我没有说他自卑啦 但是我是说 好像很多开麦巴赫的人 都有这个问题 没有 是司机开的啦 司机开的 应该说买麦巴赫的 你不要讲到司机扯到司机嘛 对不对 那这一位 这位是谁 马云 那他这一台是62s 更可怕 买是买1070万 我们现在抢都人民币 然后他又缴税 又缴了两百多万 所以是1300万 就这一台这一台麦巴赫 很可怕 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媒体也有特别 我记得他刚牵车的时候 媒体其实也有特别报道 而且觉得他太高调了 当时啊 那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后来他就被处理了 这个所以买车 有时候要注意一下 不要开的比 比自己的长官更好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然后呢 这个 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是 三一重工 为什么要讲三一重工 三一重工 我等一下再看这个画面 三一重工他们赚很多钱 两稳根 那当然在经济起飞的时候 他们就去做那个 就是拱 打拱 就是我们要做盖房子 要技术建设什么 你要打拱 他就被称为世界拱王 那做得非常好 他的 不只他身价 进入这个排行榜 他们的这个高阶主管里面 就那几年串起来后 六位身价20亿 其中一个55亿 那都很有钱对不对 我跟你讲 就是收容人心就是这样 他买了九台麦巴赫 九台给他的高阶主管 然后呢 因为这种车子 你晒太阳什么 那个漆会不好看 会有灰 所以他还盖了这个 这个停车场 让所有的高管 坦白讲 我刚才我为什么要先讲 那个数字你知道吗 那些人自己买不起麦巴赫吗 是20亿 55亿 可是他还是一样这样 每人送一台 太可怕了 这个太可怕了 希望有一天 我也遇到这样的老板 老板送Toyota就偷笑 没想到这个老板 送Toyota 就很开心了 对不对 然后送这个麦巴赫 很吓人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中国有多喜欢麦巴赫 好 这是在中国 不过中国现在更喜欢的是什么 有钱人要跑 跑去哪里 当然我们讲很多 润到美国的事情 接下来来看看 华尔街日报的一个 最新这个报道 中国的有钱人 移民日本出现了风潮 比起前一年增加了 有六万多人 其中有一个人 在移民局被拍到 他是王思聪 前首富的儿子 各位 你可以看得到 我这个手版这一张 他特别在讲的 就是那个王建宁 王建宁獨子 王思聪 这个我说实在是已经 在台湾已经有很多人在那边 都是塞救生 那现在中国人 很多人是论出去 我刚刚讲过 中产阶级没了 头路出来 根本就是一个 学生中国的头路 还唱没了你知道吗 因为毕业生一年 一千一百七十万个 可是这些有钱人 尽量能够论美国的 论加拿大的 现在新的一个 就是比较近的 从大连出去的 五十文经就不会到 首额 再来就是日本 他们全家人 这边都被周刊都拍到了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 在那边有投资 其实你有投资房地产 你也可以 比如说买卖房地产 你在那边 你也可以做成 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 有钱的都论出去的 没有钱的留下来 然后我告诉你 还有李克强讲的 还有四亿人 活在多少钱 一个月才不到一千块 人民币 年收入 你这一次在表参道 被吓到 这种况有多惊人 这个中产阶级已经变成 只要能够到所有的日本 很高兴 你知道吗 六千块 在台湾差不多万一块 你知道他拿去台湾 可以买就不买 买十条 我说奇怪 他买十条是要撞罐 你知道吗 结果是要送给官员 那官员你要知道 这种就不会像 LV Chanel 那么高调 你知道吗 可是戴起来很有品费 给女儿 官员的女儿 这些年轻人 让他们能够赶上流行 刚好日闭大姐 我算过了 大概